今天早上台股受到上周五美股收红的激励 开盘涨了大约250点 护国神山台积电涨9元 涨幅1.15% 美国就业指数低于预期 投资人期待联准会可能会降息 美股四大指数隐身大涨 道琼中厂收高450点 涨幅超过1.1% 标普500也收涨1.26% 纳斯达克标升315点 涨幅接近2% 废半指数涨幅最高超过2.4% 台股即将迎来520行情 还有六档台股ETF即将在下周除息 其中00878日前宣布 这一次继配大幅调升到0.5亿元 激增27.5% 写下新纪录 这让人数上周增加约6537人 到125.47万 位居台股ETF受益人冠军 此外00900与00891 也即将在下周除息 六档ETF吸引168万股民 构想胜举 美股利多推升台股 不过分析师也提醒 台股可能会在2万点左右 进入整理阶段 投资人还是得谨慎理财 注意投资风险